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欢迎回来 那么我们定义了这个低卡尔吉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低卡尔吉又能做什么事情 这一节呢就是我们的关系 那么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提起关系这个词 我们肯定是指的是很多对象之间的一种联系和一种对应 我们就叫做关系 比如说亲戚关系 同学关系 朋友关系这些关系 那么当然最常见的是有两组对象之间的这种联系和对应 比如说这个职员和部门的一种隶属关系 这个例子呢经常在我们的这个数据库概论里头 用来讲这个关系数据库 当然关系数据库之所以叫关系 但也是跟我们这个集合 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关系 它实际上是一样的 这是部门和职员之间这个隶属关系 但也可以是三组或者更多组对象之间的这个联系和对应 比如说在数据库里头经常举的 供应商工程零件 他们之间的这个供应关系 也就是说有一个供应商给某一个工程 供应什么样的零件 那么通常呢我们会用这个二元组或者多元组的这种集合来表示这个关系 也就是这个关系的本身就是这个元组的集合 比如说隶属关系 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所有属于有关有关联的职员和部门做这个二元组 把它放在一起 我们就叫它隶属关系了 比如说张三是人事部的 李四呢是销售部的 王五呢是技术部的 那么如果公司只有这三个人 有这三个部门的话 把它全部放在一起 那么它就构成了这个职员和部门之间的隶属关系 那当然这个供应商工程零件 这个SPJ这个关系也是这样 公司甲给大楼工程工艺水泥 公司甲给公路工艺水泥 公司乙给大楼工艺干净 公司丙给公路工艺沥清 那么所以所有的这些三元组放在一起 就代表关系了 那么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关系 作为迪卡尔基的一个子集就引入进来了 那么这个具体的定义是这样的 一个R称作为集合A1A2 AN-1到AN的一个N元关系 那么它是这么定义的 如果说R是A1A2一直到AN的这个迪卡尔基的一个子集的话 那么就称作一个N元关系 如果说这AARAN所有的这个A都是相等 都是同一个集合的话 那么它也会被称为A上的N元关系 就是A上 当然最简单的是二元关系 那么如果说R是AX乘于B的一个子集 那么就是R就是A到B的一个二元关系 那么如果R是AX乘于A的一个子集的话 那么就称作为R是一个A上的A二元关系 那么我们主要呢 后面用来研究的都是二元关系 那么关系呢 可以用类似于集合规定的方法 那三种方法来进行规定 所以我们来看看几个关系的例子 首先比如说叫做自然数的相等关系 我们说两个自然数相等 那么它应该是怎么表示呢 那么表示为EN 然后呢把所有相等的自然数构成的二元组 全部收集在一起 比如0和0相等 1和1相等 2和2相等 所有的全部收集在一起 然后做一个集合 这时候呢 它就是叫做相等关系 那么这个当然是一种列举法 是吧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描述法来规定这个关系 比如说整除关系 那么它就是所有的X整除Y的 满足X能够整除Y 这所有的XY的二元组 全部收集在一起 那么它就是一个整除上的一个整除关系了 那当然也可以用归纳法来定义关系 比如说小于关系L 它可以这样 基础条款呢 就是01是属于这个小于关系的 当然0小于1的吧 那么归纳条款也是说 如果XY是属于这个小于关系的话 那么XY加1也属于这个小于关系 X加1Y加1也是属于这个L这个小于关系 那么之所以的加1呢 它是用了自然数后继这么一个操作 当然还有一个终极条款 是所谓的纯粹性条款 我们就略掉 所以我们这个例子 三个例子分别用了集合规定的列举法 描述法和归纳法来定义 我们给出了几个关系的这个例子 我们来看看几个特殊的二元关系 当然其中最特殊的就是空关系 就是空极 因为空极呢 是任何集合的子极 所以呢 它自然也是AX乘B这个集合的子极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空极就称作为A到B的一个空关系 那么如果是AX乘B本身自身的话 那么它显然也是自己的子极 所以呢 它这个呢 也称作一个关系 那么它称作为全关系 那么全关系呢 就是AX乘B 迪卡尔基是A到B的一个全关系 第三个特殊的二元关系 就是相等关系了 那么A上的相等关系 就定义为EA等于XX 把这些相等 因为X跟自身相等 那么X属于A 把这些所有的这个二元组 收集在一起 就称为A上的相等关系 那么关系呢 还有几个概念 我们来看看什么概念 首先定义呢 R是A到B的一个二元关系 也就是R是A乘B的一个子极 那么我们把XY属于R 就计作为XRY 因为如果写这个XR属于Y 属于R这样的一个形式 它比较长 那么我们用这个关系式 就写成了XRY 那么如果说XY这个二元组 不属于这个R 那么我们就说 这个XRY前面加一个否定理念词 就是非XRY 对吧 那么第二个概念呢 是R的所谓的定义域 那么定义域呢 是把因为R呢 是A乘B的一个子极 我们把这个子极当中 R当中的所有的这个二元组 它的第一分量都收集在一起 第一分量收集在一起 所以呢 就是有X属于A 然后并且呢 存在Y XY属于R 那么这个把这个所有的这种 X收集在一起 称作为定义域 也就是所有第一分量 给它收集在一起 那当然如果把所有的第二分量 收集在一起呢 就是它的值域 对吧 值域 所以那值域呢 就是Y Y属于B 并且呢 存在X XY呢 是属于R的 就是所有的 R当中的二元组的第二分量 全部收集在一起 就称作为它的值域 那么A和B呢 它是A到B的一个二元关系的话 那么我们就把A称作为R的前域 B呢称作为R的培域 这样呢 我们就有了一个记号 XRY这样的记号 然后呢 有两个概念 一个是定义域和值域的概念 一个是前域和培域的概念 对吧 那么关系呢 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表示它 来表示它 这个不是跟前面那个定义 或者是规定 还不太一样 表示呢 是说我这个关系 可以写成什么样子 首先当然我们可以用 集合的方式来表示它 用集合表示法 那么它就会表示为R 然后XY 然后PXY 就是XY呢 使得这个P这个位词成真 那么这种呢 就是适合于表示集合的 几种方法 都可以用来表示这个关系 比如说前面的关系的例子 用列举法 用描述法 用归纳法 都可以来表示这个集合 表示关系 因为它关系本身就是集合 对吧 那么除此之外 因为关系呢 是一种特殊的集合 而且它是DHG的一个子集 而且呢 它所包含的元素 全都是二元组 那么既然是二元组 我们就可以用一种图来表示它 我们把一个 把每一个这个对象 都画成节点 然后呢 把这个对象 两个对象所构成的 这个二元组 就画成一个带箭头的边 那么这样呢 就称之为关系图表示法 那么它适合于 前域和培域 都是有限集合的这种 但如果无限集合的话 你画一个无限图 那可能画不下 那么一般的关系图呢 就用有项箭头来表示 元素之间存在关系 那么这样呢 同样它也可以表示 前域和培域相同的 这种关系图 比如说A上的一个二元关系 那么就是A到A 对吧 我们来看看关系图 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 这是一个前域和培域 不相同的关系图 左边呢 是前域 右边是培域 那么前域呢 有一些这个圆 就当作是元素了 培域呢 也有一些圆 是当作的元素 那么只要存在 这个二元组 那么我们就从前域的 一个圆圈 一个节点 画一条有向的边 画指向 这个培域的那个 那么这样呢 我们把所有的这个边 都收集成起来 那我们看到 这里有四条边 一条两条 三条四条四条边 那就说明 这个A到B的 这么一个二元关系 它有四个二元组 在里边 那么我们把 所有的连接的 这些边的 这个对象 都收集在一起 那么在前域证呢 就称作为定域 定域就出来了 那么在培域证 那么直域就出来了 对吧 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对象 它是没有任何的 这个连接边的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那么如果是前域和培域 相同的这种关系图 这个呢 我们在后面会经常的碰到 前域和培域相同的二元关系 那么比如说空关系 那么它就是一个四个 这个对象 放在那儿 没有任何的边 那么如果是相等关系 那么就是每一个节点 都画一个圈指向自己 就是这叫做环 每一个圈呢 每一个节点都有环 这样的也是一个相等关系 那么还有呢 比如说小于关系 我们一二三四的小于关系 那么就有一指向二 一指向三 一指向四 那么二呢 就有二指向三 二指向四 三呢 有三指向四 四就没有了 这就是小于关系 可以画成这样的一个关系图 那当然如果是全关系的话 就是A差乘A 那么就是每一个节点 除了有到自己的这个环之外 它还有到其他所有的节点 都有边 那么画起来呢 看着就是这个样子的 关系呢 还可以用矩阵来表示 那么用矩阵来表示呢 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 因为矩阵呢 是属于线性怠数里头的一部分 那么它有很丰富的 这种数值计算的支持 我们实际上后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 通过矩阵的运算 我们可以用来表示 关系的很多的这个性质 很多的性质 那么矩阵呢 可以用来表示前运和培运 都是有线集合的这种关系 那么我们假设呢 关系R 它是A到B的一个关系 A呢 有A1到AM M个元素 B呢 有B1到BN N个元素 那么这个关系R的关系矩阵MR 那么它就是一个M含N列的 这么一个矩阵 那么在里头的每一个元素 每一个分量 Mij 它的有可能等于1 也可能等于0 那么我们只要把这个 AIRBJ的这种 就设定为1 那么如果没有AIRBJ的 就是AIRBJ不属于R的 那这种呢 就把它的相应的分量呢 就设定为0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M乘N的这么一个矩阵 一个关系矩阵 我们来看看关系矩阵 它长什么样子 那么首先比如说 我们是一个A到A的一个关系 那么它是一个空关系的话 那么就是一个所有的 全是0的 一个全0的矩阵 那么如果是一个相等关系 那么只有 我们知道只有对角线上 有1 那么其他都是0 那么这就是一个单位矩阵 对吧 那么如果是A是1234 B也是1234 那么这样呢 它的小于关系 那么它就会是一个 上三角的一个矩阵 上三角 那么如果是一个全关系的话 那我们知道 它是一个全1 是一个全1的一个矩阵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关系矩阵 用来表示关系的 这么一个例子 就大概是这样 还得 Unged 税 有没有 哪一个